为了纪念荣民在吉安乡开墾拓荒的贡献 吉安乡长游淑珍上任之后 每逢光辉十月国庆期间 都会在光华村内插满国旗 让旗海飘扬 更率领公所团队前往光华村 来探望年长的荣民、荣眷和社区长者们 也赞助了一些生活物资 让社区长辈们都能够快乐地共餐家菜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 吉安乡光华村内已经到处插满国旗 老农民看见旗海飘扬的模样 直呼好开心 为了庆祝双十国庆 吉安乡长游淑珍分别前往了 光华发展协会的社造C据点 以及光华城乡发展协会的光华村共产计划站 探望年长的荣民、荣眷与社区长者 也赞助百米、油盐等各项民生物资 让社区长辈们都可以共参加菜 时珍在上升之前答应我们的伯伯们 在十月双十的日子里面 要在光华村插满国旗 所以在我们光卉十月今天也特别来看看我们 在碧露蓝旅里面为我们社会 为我们过去国家承担了很多背景 时代任务的这一些长者 来进行照护跟安养的工作 我相信吉安是我们长寿之乡 我们超过了十一位以上的百岁长者 十四位以上的九十九岁的长者 我们希望在吉安的十八村都能够有很好的 适性的健康乐活的环境提供给我们长者 来作为一个营法乐活的好地方 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 由于乡内营法人口成长幅度快速 福气站、文件站 甚至是社区团体经费办理的长照站 共参关怀据点等等 乡公所都会以更积极的态度给予协助 也将会寻求更多的社会能量 共同投入社区的营法安养 长照工作 让吉安乡每个社区据点都能发挥最大功能 友善服务更多长者 记者 许丽勤 吉安乡报导